6月21日,美国参议院两党枪支改革谈判取得关键性进展,两党议员就枪支管理法案的关键分歧达成协议。 共和党首席谈判代表美国参议员约翰·科宁当天表示,四名主要谈判代表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,法案文本将很快公布。 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22日表示,预计参议院将很快通过新的枪支改革法案,以便众议院在周末之前讨论该法案。 美国总统拜登6月22日呼吁国会暂停征收联邦汽油税,以帮助消费者应对汽油价格飞涨。 汽油价格高涨的部分原因是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有关。 在拜登总统计划就汽油价格问题发表讲话前夕,白宫在一项声明中表示,总统支持暂停征收每加轮18.4美分的联邦税直到9月底。 联邦汽油税的大部分款项用于道路建设项目。 白宫称,其他税收可能会填补暂停汽油税所带来的大约100亿美元的收入。 6月21日,移驾从圣多名个飞抵迈迈亚米国际机场的客机迫降后起火,导致至少私人受伤。 该飞机于当地时间50-30分左右紧急降落,在迫降过程中损坏了一座通信塔和一处建筑,飞机又击一处起火。 飞机上约有140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至少私人受轻伤,其中两人被送往医院。 媒体称,可能是飞机起落架出现故障导致的这场事故。 目前,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。 加州就业发展部EDD6月21日宣布,在继续调查欺诈者和追回失业保险基金的工作中,已经追回了11亿美元的失业保险基金。 根据加州州长纽森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,收回的资金在大约78万丈未激活的福利卡上。 大部分追回的资金将返还给联邦政府,因为欺诈性索赔来自联邦疫情大流行紧急失业援助计划。 新闻稿中表示,在过去15个月内,向加州报告信息的县的调查、起诉和扣押的总数量及所设金额包括,总计调查1525起,逮捕467人,定罪162人,没收金额347万4448美元。 此外,加州为加强打击欺诈而采取的其他行动还包括,通过在2020年部署新的身份验证系统ID.me,并与Thomas Reuters来合作帮助检测和预防UI和PUA欺诈,阻止了超过1250亿美元的欺诈企图。 与美国银行合作发行芯片借机卡,以增强安全性并加强防欺诈策略等。 洛杉矶市议会6月21日以10比2的投票结果初步通过一项新法令,将医疗保健设施员工的最低时薪调整到每小时25元。 该法令除了提高医保人员的最低工资,并考虑到生活成本增加,禁止雇主因基本薪资的调整解雇人员,减少福利及工时。 由于有两名市议员反对这项提案,将于下周重新投票表决,才有可能尘埃落定。 6月22日凌晨,阿富汗东部遭遇6.2级强烈地震,并引发山体滑坡,已造成至少1000人遇难,1500人受伤。 这是20年来在阿富汗导致遇难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。 阿富汗东部霍斯特省萨帕里区,帕克提卡省加盐区受灾尤其严重。 阿富汗临时政府内政部官员表示,镇区一些村庄位置偏僻,因此遇难者人数可能还会上升。 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总理穆罕默德·哈桑·阿弘德22日主持紧急会议,要求各有关机构立即赶赴现场,利用一切资源挽救生命,为受灾民众提供一切必要援助。